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时间又是时候吃东西了 有什么想吃? 我想吃一些怀旧 再加上创新的食物有没有? 来到关前正街这里 一次过满足你两个愿望 都不够 我还要有健康和饱肚 那带你去吃怀旧饼 再加上健康沙拉 完美了吧? 对 阿伦带来这里吃饼 刚刚挨了老板很久 才示范给我们看饼是怎样做的 我们进去做饼的重地 很难吃到来 当然我们要趁热吃 刚刚出炉 试一下老婆饼 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大面的老婆饼 这个是低糖老婆饼 是 有些人吃老婆饼就很担心太甜 嗯 它改了一条红度之后 我觉得当然是不太膩 而且很扎实的口感 很满足 嗯 外酥内丸 而且这里有名的就是 餡多料粥 是呀 没错 而且有一些细细的姜味道 整件事就不同了 我觉得是时候真的要尝试 一些月饼类的东西 这就是中秋节 当然 这个就是低糖 没有足够一家大小 一定是 奶黄月啊 奶黄月饼 看看 哇 真的很足料 刚刚看着师傅包 里面的奶黄 真的很大 皮很薄 好像看不到饼 很烤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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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 嗯 其实它的奶香味很浓 而且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吃完之后 吃完之后 咬下去的时候 不要看到它有馍 餡那么多 咬下去不会很实 反而是松松散散 软质性 而且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流质感 而且它入口很滑溜 刚刚我吃进去 奶香味很重 其实蛋黄味也很脆 嗯 这里有两个批 一个就是牛腩刺批 另一个就是鲍鱼鸡批 哇哇哇 它很松软 我轻轻一按 它就爆开了 这个也是 證明它很松化 而且其实热 所以才会这样 我很喜欢吃批内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外面那一层的酥皮 是很舒服 吃完之后很满足 里面的餡是非常多 整件事就觉得 嗯 哇好汁 它里面呢 你看看有很多汁 有鸡 有鲍鱼 有鲍鱼 哇相当于足料 我觉得 你这个 哇 你扯了一条刺子 好好吃 其实这个 师傅是拿了仿刺来做的 是 没错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 没那么罪我感觉 而且它是咖喱味 咖喱牛腩 可能大家吃得多 但是咖喱牛腩 其实它多了一份 酥皮的味道 酥皮 酥皮 咖喱 咖喱牛腩 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 以前我们吃过 咖喱牛肉 但这个咖喱牛腩 反而多了咬感 嗯 刚刚我说到 你又想吃饱肚 又健康 饱肚就到了 健康是时候来的吧 原来分开了 嗯 嗯 说到健康 第一时间当然想起 食菜吃沙律 这里除了有老板 自创的饼批之外 还有沙律 饮品介绍给大家 这个鸡胸牛油果沙律 鸡胸肉加牛油果 这个组合 本身就是健康之选 简单的调味 尽量零负担之余 又吃得健康 如果炎不够味道 店家还会有蛋黄酱 一样沙律醬 和日式柚子醋汁给大家选择 而这个烟鸭胸糖苹果沙律 香煎过的鸭胸 油香非常浓郁 配搭糖苹果 去平衡油腻感 这个组合真是一绝 还可以自由选择想要的蔬菜 如果还有QTA 都可以考虑点杯健康饮品 好像这杯牛油果奶色 和青檸白香果 相对来说 快一点又健康一点 走过路过来 来这里吃个批 或者点个轻食沙律 都是不错的选择